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蒙特利公园市市议员林达坚 深盖博士市议员廖清禾 洛杉矶郡长 凯瑟琳发克的代表吴中国等民选官员出席活动 并为活动主办方颁发贺壮 以春夏季节更替为主题的时装发布会 凸显现代女性春夏着装清爽灵动自然 如同折缠振翅的风采 SBS传奇文化公司董事长 大标记品牌女装创始人王雪 介绍了品牌特色以及禅艺春夏发布会的主旨 禅艺春夏秀 今天有四十几位专业的模特 展示了奖金120套的服装 我们这次的所有的服装来自中国的中国面料 中国设计 中国制造 那第二个字呢就是传奇 我们这次服装秀带来的香云沙系列 有五百多年的历史 它是世界上唯一一款采用天然燃料 人工染制的沙 那这款面料呢是被中国评为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款面料 现在我把它带到美国 交给我们在座的美国的朋友们 今天很高兴我们也可以参与这场很大的盛会 感谢SBS传奇公司让我们一起来做这场的演出 那我觉得也要感谢媒体的支持 这场演出呢只是一个新的开始 接下来会有很多更多有关时装秀的演出 会也希望大家媒体呢可以继续参与 来把美传遍在整个洛杉矶 设计师王诗宇以及少女的视角 描绘出对春天的体会和感悟 展出的礼服系列 充满了春天里万物生长的气息 江云莎服饰 由中国十家服装设计师 华南农业大学艺术学院金会教授 及其团队紧跟潮流设计 传承WG东方裔文化理念 打造出适合东方美学女性的温婉如玉 清爽典雅的时尚感觉 华夏电视台记者 圣马利诺市采访报道